当回请妹妹到华庆殿做客 本宫招待不周 委屈了连妹妹 本宫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还望妹妹海寒 莲花正盯着桌上的糕点 冷不丁被叫道 顿时愣愣地看向上手 贵妃娘娘今日可真贵气啊 这头上插的竹钗 看着就沉 谢娘娘关心 婷妾挺好的呀 吃得饱睡得香 不曾委屈什么 身子十分之好 上会有大爱的是假大应呀 你忘了吗 店中众人一静 参加过小燕的妃嫔脸上都不自在起来 不开提哪壶 贵妃娘娘只是想寒暄一两句 化干戈为玉帛 并非想提起细节 这个连美人如此说 是向我们示威呢 贵妃面带微笑 只是眼中却满是冷意 连妹妹无视面便好 在店中看了一圈 贵妃又道 时辰还早 还有些姐妹味道 咱们等等在开宴 姐妹都不必拘解 咱们说说话 店中众人纷纷恭维起贵妃来 娘娘手上的手镯可真真好看 可不 通透温润 色泽起立 也只有娘娘才衬得起这般颜色 此冰花芙蓉玉手镯 是周妹妹当初在本宫生辰宴上所赠 本宫很是喜欢 便常常戴在手上 这镯子既好看又养人 此手镯能得娘娘喜爱 贫妾真是荣幸 心中喜不自禁 还要多谢妹妹的礼 如今这镯子可成了本宫的新头号 你们可别想惦记 谁想要去都不成 赵美人嘴巴利索 说话也中听 娘娘怎知我们想要的 等下还想框了去 让娘娘做头糊赢了的彩头 可惜了 被娘娘猜透了 莲花听着众人的宫围有些无聊 听到头糊二字 这才来了精神 哎 有头糊 听着情形还有踩头吗 就在这时 贵妃有些感慨地说道 说到本宫的生辰宴 本宫想起那时 还是第一次瞧见莲妹妹 莲妹妹当时 又让本宫印象深刻 真是好一个标志的人 真真秀色可参 在这宫里头 本宫经那么晚才瞧见 真是相识很晚 不仅如此 莲美人当初傲骨争争 可真是让嫔妾敬佩 莲花顿时一愣 怎么又扯到她身上来了 秀色可参和 傲骨钟钟听着不大对头 贵妃娘娘忽然带头夸我 不是好兆套 想到这里 莲花换上一副警惕的神色 贵妃暗暗观察莲花 见她这个神情 心中惊异不定 莫非这连美人 是知晓表哥之事 进宫是为了复仇 却眼而不发 一直在谋划大局 想要对付本宫 否则提到当初 她怎么如此警惕 贵妃假装回忆 接着道 卫时妹妹好似 要送什么给本宫来着 赵美人帮着接话说 娘娘 是茶 莲妹妹当初说 自己亲手炮制了 青露茶献与您 哦 本宫记起来了 却是青露茶 日日公务繁多 如今记性略发不好了 卫时听妹妹说 这青露茶入侯甘甜 回味无穷 可惜了没能喝着 不知妹妹献下是否还有 可否再赠一些与本宫 说完 贵妃目光灼灼地盯着莲花 盈盈有着杀意浮现 想来是这连美人 当初被丢在角落 无人问津 没机会对本宫下手 故而才会拿青露茶 试探本宫 真是浮庸汉大树 不自量力 若当初知道 这连美人的身份 哪还会有如今 这么多破事 莲花这边也误了 我说贵妃娘娘 怎么会带头夸我呢 原来是想探我的茶 难怪了 当初送茶是为了 巴结贵妃 可莲花现在不想巴结她了 送了就是打水漂 还落不着好 她又不傻 于是莲花直接道 回禀娘娘 没了 送不了 贵妃文言眯起眼睛 果然如本宫猜测的那般 这连美人定是知道什么 线下直接撕破脸皮 竟是装都不装了 周长再看看上座 闪过一丝讽刺 又看看莲花 开口打人场道 莲姐姐 茶没了 您不是会制吗 何不再做一些 送与娘娘尝尝 对啊 既是会做 都是宫里的姐妹 再做一些送与娘娘又何妨 当初莲妹妹不是很想 送茶给娘娘尝尝 如今娘娘开口要 莲妹妹怎要拒绝 这般拒绝 实在有些不顾姐妹之情 就在众人吵嚷着 让莲花献茶时 一道讥讽声响起 呵 姐妹之情 又逼着人送东西之姐妹 莲花见到来人惊喜出声 姐姐 徐昭仪安抚地朝她笑笑 接着对赵美人说道 你去那头 和我的位置换一换 赵美人一惊 下意识地看向上手的贵妃 徐昭仪也顺着看过去 嘴里冷冰冰说道 贵妃娘娘如此大度 眼睛眯起 心中恼火的喊 岂有此理 宴席的位置都是定好了的 按品级高第一次排序 怎能说换就换 这简直是在藐视本宫 见贵妃不说话 直勾勾盯着自己 徐昭仪忽然笑出声 呵呵 徐贵妃终于不是一副 假惺惺的脸了 这副模样好看多了 怎么 贵妃娘娘要怪罪 那贫妾便不换吧 莲花正期盼徐昭仪坐到她旁边呢 于是插嘴呢 昭仪姐姐 娘娘说了今日是团圆之日 姐妹见无需如此多礼 要放松 还说了不要屈简 应当不会怪罪的 娘娘您说是吗 贵妃人言心头暗恨 好一个徐昭仪 好一个脸美人 物无尊卑 如今竟敢公然挑衅本宫 一唱一鹤的 将本宫架起来考 贵妃牙根都咬碎了 用尽全力勉强笑笑道 不过是一做次罢了 换就换吧 不是什么大不了之事 今日中秋宴 是家宴 让姐妹们松快松快也好 只是往后不可如此了 这宗碑礼仪可不能再忘了 徐昭仪不嫌不淡地点点头 多谢娘娘成全 等徐昭仪坐下后 莲花兴奋地说道 姐姐你怎么才来 我好想你哟 有些事耽搁便来迟了 等姐姐处理些事 再来和你说话 莲花有些好奇 不是都话好做了吗 只见徐昭仪似笑非笑地 扫了一圈店中 嘴里轻轻说道 方才是谁逼我妹妹送茶 扫了一圈 最后将目光落在真飞脸上 真飞脸色一白 慌忙的 不是 可我没有那个意思 徐美麦 我是为脸美人好 不过一查 一查换姐妹之情 是为她好 哦 为她好 徐昭仪讽刺一笑 接着便将随身的鞭子拿了出来 真飞看到桌上的鞭子 吓得血色全无 站起来哆哆嗦嗦地道 徐美麦 我身子有些不适 贵妃娘娘 请容嫔妾告退 说吧 真飞就颤颤巍巍往外走 贵妃见此一幕勃然大怒 再也忍不住怒喝道 徐荣英 你好大的胆子 眼中还有没有尊卑礼法 真飞高你二品 你一来究竟蛮横的破胎离席 这也男人 在本宫眼皮底下 就微迫高品级的飞品 往后是不是也敢如此微迫于本宫 贵妃娘娘 何出此言 贫妾可什么都没有做 徐昭仪说着看向店门口的真飞 真飞娘娘请留步 贵妃娘娘可说是贫妾破你离席的 贫妾怎敢当 你还是回来吧 真飞吓得猎起了一下 她忙回首道 是我不争气 是贫妾身子不争气 与徐妹妹无关 贵妃娘娘 请恕贫妾身子不适 不能和姐妹一起过团圆节 贫妾告退 告退 这徐昭仪可是上过战场的 杀人都不带眨眼的 手上剑的血不知多少 哪是身归女子可比的 且又是个不讲理的 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想到这里 真飞连忙仓皇退下 莲花此时眼中充满了崇拜 像看英雄一般盯着徐昭仪 姐姐 您好厉害吧 徐昭仪笑了笑 妹妹可解气了 莲花笑眯了眼 点头如倒算 跟着赵姨姐姐有仇当长报 真是畅快伶俐 不像万岁眼 仇报得闻糟糟的